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珊珊爱养花 还记得咱们上期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花盆 它们的区别和各种优缺点 但是那些呢 也只是针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大型花卉来说的 对于这些小型的花卉或者是这种小型的小多肉呢 咱们家里喝完酒准备丢掉的酒瓶反而也能变成了花盆 而且超级的好看 因为平时我们在家的时候就经常用这样的酒瓶去做花盆 所以说我们就经常去喜欢收集这些看起来很漂亮的酒瓶 大家看一下好大的一堆是吧 如果是正常形状的这种酒瓶的话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那咱们可以用棉线沾一点酒精 在想要节口的这个位置给它烧一下 然后再用冷水这样给它一泼 那根据这让我缩的原理呢 就能很轻松的让它掉下来了 那掉下来之后呢 再把断开的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打磨一下 避免使用的时候给咱割上手了 那大家做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戴好手套 毕竟什么都是安全第一是吧 现在就能用这种东西 然后再用这种东西 而是安全第一是 如果是安全第一是 这种东西 我们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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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看起来它还不是特别的整齐 但是很明显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可以看到吧 咱们只需要拿一个东西稍微给它敲一下 或者是拿一个钳子呀什么东西稍微给它掰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这个尖锐的地方咱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打磨一下 避免伤到咱们的手了 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这样做呢虽然说比较方便 但是却不能保证它两边切口的整齐 那如果说咱们想要做这种在底座的 就只能上大家伙了 那像我家呢平间买了一个这种切割机 专门用来做盆景或者是这种花盆之类的 首先先调整好自己要切割的高度 然后咱们去小心的切割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呢 咱们再在底部给它打一个排水孔 然后再把这个边缘给它打磨光滑就行了 这个排水孔已经打好了 那咱们要想要底座的话呢 直接给它用锅里浇这样粘住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成品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养花最大的乐趣呢 就是方方面面都可以自己去参与其中 今天教给大家用酒瓶做花盆的方法 您学会了没有呢 我是珊珊 每天都和大家一起分享养花的小知识